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说话很容易 有张嘴巴就能说话 说话又很难 因为一张嘴就容易得罪人 高情商的人说话让人如沐春风 低情商的人说话让人如坐针毡 这三大说话潜规则 没人明说 但很好用 在电影搜索中 高圆圆饰演的叶兰秋 是家上市公司的都市白领 叶兰秋戴着墨镜坐在公交车上 遇到为老大爷要求让座时 心情沮丧的他没搭理 大爷开始阴阳怪气地卖惨 不就一个座位吗 啊 不坐我就累死了 累不死 就算这座位啊 我让给这姑娘了 成不成啊 可是没想到众人狂轰乱炸般的指责 开始向他扑面砸下 我在这车上这么久了 还真没看见过这样的人 长得人模人样的不干人事 什么素质 什么教养 更不巧的是 整个过程被人偷偷拍下 又被人放到电视台上播出 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 事件开始发酵 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毫无意外 夜兰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周边竟是冷嘲热讽的谩骂声 然而 真相如何并没有人去关心 更没有人去了解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事实上 在上车之前 夜兰秋意外得知自己已经淋巴癌晚期 面对这一噩耗 他无法接受 也无法面对 脑袋一片空白 他想向大众解释和道歉 但大家似乎并不关心 最后 夜兰秋在舆论与病魔的双重折磨下 选择了自杀 你的未必就总是对的 别人的也不一定就是错的 这个世界很大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美国作家菲茨吉拉德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道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 你就记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 不要总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评价别人的生活 在你眼中平常无奇的事情 可能需要别人费尽全力才能得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自己的故事 也有自己要走的方向 不要用你自己的眼光 随便去评价别人的生活 因为你并不懂别人的生活 根本不了解 别人有过怎样的经历 如果总将自己的想法 投射到他人身上 说轻了是三观不同 说重了就是偏见 不尊重别人 别人的生活 不去轻易评价好坏 那是别人的选择 不了解事情真相 尤其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 不忘加评论 你云淡风轻说出的几句评价 对别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场海啸 所以 在为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时 请不要随意评价 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 你的一句无心之语 可能给别人徒增了很多烦恼 你的一句随意评价 可能成为别人沉重的负担 不随意评论别人 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负责 不随意揣测 妄加评断 轻言善恶 才是一个人 深入骨子里的修养 人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 都有自己的缺陷 弱点 也许是生理上的 也许是隐藏在内心深处 不堪回首的经历 这些都是他们不愿提及的疤痕 是他们在生活里 极力隐藏和回避的问题 有一次 跟朋友小红闲聊 小红生气地跟我说 我以后再也不和小梅谈心了 真没想到 她是这种人 看着一脸愤怒的小红 我便问起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 小梅是小红的一个同学 他们两个人 无话不谈 小红对小梅是推心致富 本来小红以为 小梅是她最好的朋友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 却出乎了她的意料 在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小梅把小红告诉她的那些秘密 供不于众 供大家取乐 当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 小红感到十分尴尬 小红说道 把她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秘密都告诉她 没想到 她却把这些都告诉了大家 我真后悔跟她说 如果有朋友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你 那是因为她非常相信你 看中你的人品 认为你是值得信赖的人 那些喜欢当众言人隐私 透露他人内心秘密的人 时间一长朋友便会与之疏离 不敢再与之有所深交 人活一世是以尊严利于事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每一个人都有尊严 都耗面子 所以在生活中 不要接人短处 言人隐私 工资收入 感情经历 家庭状况 身体缺陷等等 都是属于他人的隐私范畴 若不是别人主动提起 未经允许 触及这些话题 都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哪怕你是好心关心 但是只要一不小心 让别人尴尬了 或者不舒服了 这都是办了坏事 聪明的人都懂得 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 人家愿意说就好好听着 不愿意说的就少说 不越界 每个人心中都有 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 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你们之间的感情 做人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管好自己的嘴 学会留口德 不谈论人家的隐私 不放大人家的缺点 即使有看不惯的地方 也会闭嘴不言 始终对别人尊重 不言人私 不接人短 谁都有缺点和不足 不要散播别人的隐私 不要当众接人的短处 懂得尊重他人 体谅别人 顾及别人的尊严和颜面 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三 不说口无遮拦的话 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会说话是一门学问 说话有分寸 是一种修养 有人说 用物过度防于财 用气过度伤于身 说话也是如此 点到为止 才会让人意犹未尽 相反 口若悬河 只会招人厌烦 生活中 有的人自诩聪明 对待任何事情 都能高谈阔论一番 生怕别人不知他的渊博才学 把常识当罕见 把人人都懂的道理 重复一遍又一遍 殊不知 这样的人 在自己口无遮拦的同时 把缺点暴露无疑 早在他人心中 落下不好的印象 古人云 多门之事生风 多言之人生祸 正所谓祸从口出 心直口快的人 终要为自己缺失的分寸感买单 明代名臣 谢静 天资聪颖 诗词 文章 楷书 草书 无一不惊绝 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在强堡中 母亲教他诗字 五岁过目不忘 十岁写诗 写文章 文采飞然 十八岁高中黄榜 十九岁官至汉林学士 深得朱元璋赏识 朱元璋曾对谢静说 你我是道义上的君臣 恩情上秦如父子 你应知无不言 谢静真的知无不言 可无遮拦上万言书 激怒群臣 朱元璋下诏 把谢静的父亲叫来 说了一番话 大气晚成 若以儿子归 亦令静 后十年来 大用未完也 朱元璋认为 他才华超绝 欠缺涵养 把他闭门思过 一罚就是十年 只因谢静口不择言 二十一岁时 大好的前程 被生生断送 朱棣登基 谢静被重新启用 朱棣对他开始 也是赏识有加 天下不可一日无我 我则不可一日少谢静 然而 谢静不思悔过 好景不长 因为多次口不择言 激怒太子 遭诬陷 被朱棣下大理寺监狱 锦衣卫在朱棣受益下 用酒将他灌醉 埋在鸡血中 活活冻死 谢静有一幅讽帘 墙上芦苇 头重脚轻 根底浅 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 腹中空 成了他的自身写照 正所谓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慎言 免祸患 明朝胡居人 在《异象超》中有言 口是祸之门 蛇是斩身刀 闭口身藏蛇 安身处处牢 如果只是一味 成口舌之快 不假思索 不管不顾地说话 只能伤人伤己 感情再好 关系再轻 也不能乱说话 否则很可能 好心办坏事 最后 伤的还是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当我们看出这些苦衷时 与其说出口 不如做到位 真正高情商的人 永远不会把对方 置于难堪无措的境地 恰如黄博说的 其实有的时候 所谓高情商 是你不想伤害别人 看破不说破 既能顾及他人的体面 又能让自己内心 更加风盈 做人 看破别说破 给别人留体面 给自己留余地 看似是放过别人 其实是放过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来不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来不吝点赞 订阅